我们静静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很荣幸为大家请到的是 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 蒋勋老师今天要为我们介绍 刚来到台湾展览的非常重要的一位 印象派大师作品雷诺瓦 我想雷诺瓦大家常常听到这个名字 大概在印象派的法国印象派的画家里面 有两个就是最常被提到 一个莫内一个就是雷诺瓦 那莫内是比较画风景画的 那雷诺瓦就集中在画人物画 那这次来台湾的画作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刚好是日本的一个 可能做化妆品牌的企业 他们的这个美术馆 在乡根的一个美术馆 所以因为做化妆品 所以他们大概在日本经济好的时候 他们就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买了很多画作 而他们就特别选个化妆品有关的 就是女性 那我们就知道雷诺瓦画了很多很多 跟女性有关的这个肖像 非常非常漂亮 那一般人都认为大概画女性 没有人比雷诺瓦画得更美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展览最有趣就是说 女性主题非常完整 就是如果你看历史上 画家以女性做主题来一直描绘的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参考的 那特别是我有点建议大家 如果去看这个画展 你会发现第一件作品 就是大概1864年左右 这个雷诺瓦画的 你会发现说1860年代的时候 雷诺瓦刚刚离开他的家乡 他的家乡叫李莫什 李莫什我形容一下 就是他有一点像我们的英哥 就是法国的一个做陶瓷的小镇 所以这种小镇都是比较向下人 然后雷诺瓦小时候 因为父亲是工人 妈妈是裁缝 所以他家境很不好 他等于是一个童工 他就在陶瓷工厂画那个彩瓷的诱料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他最早作品里面的女性 领子扣得很高 比较保守 然后就是比较农业时代的这种 贤妻良母性的这个女性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莫内啊雷诺瓦这些印象派画家 大概都在他们20岁左右 离开他们的小镇 莫内离开诺曼地 雷诺瓦离开李莫什 他们都到了巴黎 那这里很有趣就是 巴黎大概在1850 就是19世纪的后半夜的时候 忽然变成了一个工业革命后的大都会 有火车了 所以外地的人口都集中 其实有点像上个世纪70年代的台北 就很多美农啊 苑梨啊 花莲啊 都往台北集中 所以那个时候这些不是巴黎人的年轻画家 20岁都希望在巴黎出头 那当然巴黎也提供就业的机会 也提供你去画人家肖像画的一些机会 所以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看到第一张雷诺瓦斯 比较保守的这个形式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 一到70年代 大概只到10年 整个巴黎的女性的时尚服装 发型样貌完全变掉 就是你很清楚地看到雷诺瓦的画作里 可以看到一个工业革命以后 都会女性的这种出现 那我想我先在都会女性出现前 讲两张她的非女性的作品 一张是花 她很爱画花 那我们刚才讲过 她小时候曾经在陶瓷工厂画过幼料 所以如果这次大家看她的画作 特别注意一下 她画花的时候底下有一个瓷器的陶罐 那你就会发现 她那个诱料的处理的方式 其实是她童年的很多记忆 我们知道在一个很光滑的瓷器表面上 用诱料去画画 有点像我们在陶瓷工厂的这种工作 它跟用油画的颜料 油的渗入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它比较滑腻 所以我们常常讲瓷器说 这个瓷器好美 温润如玉 那其实就是油画里面 加了很多的亚麻仁油 或者松节油 让那个颜料就可以比较黏腻拉过去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这两张画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那个花本身的美以外 你特别注意它画的陶罐 这件陶罐是最容易看出 雷纳瓦的那个陶工的训练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小时候 如果你在陶瓷工厂画过这种油料 你会看到它想要把那个油料的发亮的透明度表现出来 而且油料因为它经过火烧以后会有摇变 所以出现的那个蓝跟红 跟你平常在画画的时候不太一样 它那个颜色特别强 我看到这个作品我就想到中国很有名的唐山菜 就是颜色是很饱和的 非常饱和的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这些东西决定了雷纳瓦 接下来在1870以后 就1874年是印象派的第一次大展 那么真正工业革命来临了 你就看到都会女性出现 都会女性的美 是第一个在雷诺瓦的画里被表现出来 这张画文 我为了这张画去伦敦好几次 它藏在伦敦一个很小的画廊 叫Koto Koto Museum 很少人知道这个画廊 它属于一个Kings College 一个学院的美术馆 那里面画作不多 可是因为有这一张雷诺瓦 我就去了好几次 因为我觉得这张是非常非常代表 什么叫做都会文明 我们看到 这是画的一个歌剧院的包厢 所以你看到这个女性 平常在家里 她绝对不这样打扮的 她是刻意有了一个发型 带着花 然后你注意她胸前 所有的珍珠的项链 那么长的白手套 手套外面的金的手镯 特别注意她的右手 拿了一个镀金的望远镜 所以她是来看表演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 巴黎的歌剧院是在1870才完成 这张画是1874 才四年 这个社会的阶级已经出现 你知道他们是看表演 可是他们也被看 因为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媒体 就会报道某某夫人 穿了什么样的服装 头发梳得够不够时尚 你看她后面的那个男性 也是一个绅士 可是那个男士的望远镜 已经不是在看舞台了 因为包厢跟包厢的这些社交名流 他们也在打招呼 他们在望远镜里看到 某某夫人坐在那边 他们就打招呼 所以我觉得这张画是非常非常代表 工业革命 都会文明 然后有了晚上的娱乐生活 我们知道台湾没有两厅院以前 也没有这样的表演的风尚吧 好像就是你现在到台北两厅院去看 厅院会啊看表演 同时是看 同时你也会发现前面几排 有时候就是社交 也是社会里面的某一个阶层的名流 所以你就看到她在波士顿美术馆的 这一张安利尔夫人 我们就看到她把巴黎最早 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 富有的一个中产阶级的贵妇人的形象 完全留下了记录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你看雷诺瓦的这些女性的肖像 其实在阅读19世纪后半叶 巴黎的社会历史 因为你在里面可以了解服装的改变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张那个女性那个领子扣得很高 它是非常朴朔 而且那个料子大概是棉布 都是棉布 可是现在你看到大部分是丝绸跟纱 就是材料也改变 然后那个高高的那个领圈的那个部分 都是代表当时的时尚 就是那个整个项链的这种戴法 还有发型 所以现在很多人用雷诺瓦的画作 在研究女性的服装史 或者化妆史 然后那个年代 因为流行一种皮肤的白 那我们刚刚讲说雷诺瓦追求瓷器的温润如玉 而现在她也把温润如玉用在女性的皮肤上 所以她大概创作了一种皮肤最美的一种女性 因为女性的爱美 尤其在都会文明当中 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特别要讲到 就是说 她对于女性美的描绘 我特别希望从这一张画里叫做煎饼磨坊 大家常常听到巴黎有一个叫红磨坊 Moulin Hush 磨坊是原来磨麦子的一个工作坊 可是我们知道因为有工业革命来了 很多机械的东西取代了原有人的劳动力 所以这些磨坊就废弃不用了 有点像我们今天很多原来什么台塘的仓库就释放出来了 所以这些地方就变成了跳舞 社交 喝啤酒 然后男女在这里相亲 会面的一个地方 所以煎饼模仿是我觉得 雷诺瓦最大型的一个表现 她的时代的一个作品 我们在这里看到男男女女 面前摆着各种的甜点 啤酒 然后谈笑丰盛 我特别要提醒的是说 大概在50年代以前 法国的女性还没有这么多机会走向公开社交 所以这样的话不只是说看女性的美 其实是看到女性的解放 因为在农业的社会里面 女性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比这张画早十年就是米勒画的晚岛跟十岁 我们想想看米勒的十岁 是弯腰去把地上的麦子一粒粒捡起来做晚餐 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劳动时代 可是现在因为有了工业革命 有了很多现代的机械取代了劳动力 所以这些人他可以很悠闲地在休息的时间 可以玩上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到 雷诺瓦大概在1870到80几件最代表性的作品 全部都是休闲 我特别要提醒的是说 农业社会没有人有资格谈休闲 因为太辛苦 太辛苦 你看到你每一粒麦子捡起来去做晚餐 他根本就想不到要休闲 所以有人做过调查 就是在那个年代巴黎出现了几千家咖啡厅 巴黎出现了歌剧院 巴黎出现了红模仿这种跳舞厅 就是休闲生活出现 它一定是工业革命以后才有 所以我常常也提醒朋友说 一定要注意到台湾的休闲生活什么时候出现 大量出现咖啡厅 我大概童年的时候 大概就一个什么田园咖啡厅 已经不得了了 现在到满街也到处是咖啡厅 它跟你的休闲生活一定有关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度假的休闲的男男女女 他们在阳光艳丽的底下 他们呈现了他们都会中产阶级的一种解放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某一种美 我刚刚特别提到 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字 它跟长得美或者长得不美 没有绝对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美里面有一个是说 人因为他富有了之后 他有了一种尊严 如果他一直在地上捡麦子 其实他是非常劳苦的 因为劳苦他也自卑 农业时代的人 常常乡下人进到城里他会害怕 可是我们看到工业革命 忽然带来了一个亮丽的世界 每个人都可以为他自己创造 他的财富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女性的时尚服装出现 尤其是帽子 我们刚刚讲说 因为他脱离了农业的劳动以后 女性认为过去在田里面劳动 都会晒得黑黑的 我想大家记得米勒的话里 十岁的三个女人 头都包着布金的 有点像我们澎湖的这种 在海边劳动的女人 因为怕晒黑 可是现在这些 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女性 她不需要那么重劳动 然后她的皮肤的白 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 某一个阶层的标准 所以当时出现两种时尚的东西 一个是帽子 一个是阳伞 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是遮太阳的 就是让他们皮肤浅得特别白 因为我记得我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 那个老师还特别告诉我们说 现在这个时代也过去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70年代 他就告诉我们说 现在有钱不是白 现在有钱是坐飞机 到很远的地方把自己晒黑 就法文里面叫 古铜色 所以你看到巴黎 没有人戴帽子 也没有人打阳伞 因为她要古铜色皮肤了 这次有一张画是大家特别注意的 就雷诺瓦很少画非都会性的女性 可是这张画里 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三个孩子 背着竹篓 他们是在海边捡那个蛋菜 就是muscle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蛋 有点像孔雀蛤那个东西 他们在海边捡 所以他们是穷人 他们还是农村里面的渔民人口 那连东瓦回到这种海边 看到这样的人重劳动很辛苦 小孩子很穷困 要去捡这个东西来维生 他也有一种同情跟不仁 因为他自己就是同工出生 可是他已经看到巴黎的工业革命 带来了一个新的明亮的东西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 我们今天常常会说工业革命 可能带来了污染啊 或者人的道德的败坏 可是那个年代 雷诺瓦他们是觉得 工业革命是带给人财富 带给人自由跟解放 所以他们在歌颂这个都会 歌颂这个都会里面 人的一种美 所以你看到这一张是他非常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女性晚上要去参加舞会 或者到歌剧院去看表演 而出发以前 他的家人或者仆人 替他整理发型 替他整顿他的服装 就是所谓的fashion这个东西 农业时代也没有 它必须是到了都会文明建立起来 才有所谓的时尚 所谓的流行时尚 因为可能在歌剧院的包厢里面 坐在那里的某一个夫人 她的化妆方法 发型的方法 带项链的方法 跟衣穿着的方法 就会成为一个风尚 影响到一般的中产阶级的都会妇女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开始讲究打扮了 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从 很表面的爱不爱美 化妆这个事情去看他们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是在讲教养 就是说人因为富有之后 因为社会解放了之后 女性在人类的历史上 上千年没有机会 在社交会社会里面 跟男性平起平坐 现在他们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家里面的孩子 女孩子 在16岁里 把他们介绍给社会 就16岁的时候 家里都会为他们 开一个大的派对 把他们介绍给社交社会 其实也有点像相亲 就是让大概门当户对的 男孩子也来选择 跟哪一个家庭的女孩子 可以交往了 那他们在16岁以前 他们都要学钢琴的 他们要学着读诗的 他们要学着 有一点点礼仪跟教养的东西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 都会文明的 某一个社会阶级里面的 教养文化 就认为说 富有以后不可以出俗 富有以后 你必须追求文化 所以你会看到 雷诺尔画的女性 大家说好美好美 可是我再问一下 我觉得那个美里面 其实有一种教养的东西 她这戴着蕾丝的帽子 她很喜欢画蕾丝帽子 因为她妈妈是裁缝 她妈妈从小 她就帮她妈妈做蕾丝帽子 所以她对这个东西 就是民间工艺的这个 制品她也很大的兴趣 可是你看到这个女孩子的 那个皮肤的漂亮 更重要是神情 那我要讲这个神情里面 其实有文化教养在里面 如果她长得很美 可是她如果她的动作是促俗的 她不构成美的条件 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雷诺瓦的美 其实不是一个表面 比较肤浅的说美不美的问题 她好 比如说一个人坐在那里 她的手要怎么放 这里面可以充分看到教养 所以巴黎的女性 一直到现在成为 还成为世界时尚的某一个中心 因为我相信她不只是服装设计 其实还有礼仪在里面 所以她们要做的时候 她一定知道怎么做 脚应该怎么样放 那个东西形成了一百多年的传统 所以我们常说巴黎人好漂亮 很多人问我说巴黎女人很漂亮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 因为我觉得女性在任何一个社会 都应该有她的美 可是我想后来我觉得 好像是是因为她们在意 因为她在意 她希望她自己是一个教养的 有品味的 然后优雅的一种姿态 所以因此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她在画回到家里的女性 她在自己房间阅读一本书的时候 她身体的某一种自由 就这个时候她不是在歌剧院 不是表演给人家看 可是她自己可以盘坐在一个家庭的家具上的时候 也有一种自在跟优雅 所以雷诺瓦其实有两个时期了 她五十岁以前 因为她自己太穷 从穷困的家里出来 到了都会 她会很羡慕那个中产阶级 弹着钢琴 读着诗的女性 五十岁以后 她有钱了 画画赚了一些钱 可是很不幸 她得了一个很痛苦的病 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所以她从手指的关节 一段一段坏到手腕 手肘到肩膀 整个髋关节坏掉 所以我曾经去过她在法国南部的画室 有一张轮椅 她每天要找人绑 她用绳子绑在轮椅上 她才能画画 就是因为她已经没有办法做了 这个时候她画了很多的花 而这个时候的花 你可以看到晚年的时候 生命在极其病痛里面 她用最饱和的颜色 想要捕捉最美的生命 所以我在现场很感动的是 我觉得我们过去都误会 以为雷诺瓦是很幸福 所以画这么幸福的花 其实她在很病痛的状况 画很幸福的花 就是那个身体痛到这个样子 因为她有一个儿子 然后赫诺瓦 后来变成很有名的大导演 替她爸爸拍了一部纪录片 拍70岁的雷诺瓦 我才知道说她身体这么苦 就每天都在痛 可是你看看她这一张的花 那个花已经是用 基本上是局部特写 连花瓶都没有画 它让你觉得 好像在她身体病痛的时候 那个花对她来讲是一种拥抱 就平常我们画花 一定画花瓶 像她早年画的一束花 现在她是把镜头一直推到 贴近到花 好像她很想拥抱那个花 因为她已经 自己的身体太痛了 然后在病痛当中 感觉到自己的衰老 感觉到自己的冰冷 所以她在70岁左右 画连女性都变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她这个时候的女性 比较的丰裕 然后比较的饱满 身体比较胖 她早年的那个谈情少女 都很文雅 很优雅 很有教养的那种 有点中产阶级的生活 可是到晚年的时候 因为她身体太痛 然后在那个真正的衰老 跟病痛当中 她觉得健康就是美 所以她画了很多很多 从乡下来的那种 身体很原始的那种女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她有两个阶段 就是50岁以后的女性 跟早年的女性的不同 比如说头上带一大朵花 然后大部分的那个 整个的表情 你都看得出来 像她那个时候画了 他们家里一个远房的亲戚 叫Gabrielle 她就从乡下刚刚来 16岁一个女孩 爷爷的 然后她这个时候就觉得 好像这样的女性 对她来讲 比那个弹着琴的还要动人 因为反映了她身体上的痛 所以我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我们会在最后一张画 给大家看她70岁 画她自己的自画像 你可以看到她衰老 可是她又希望 在衰老的最后的身体 病痛的时候留给人间 最美的最华丽的色彩 她一生她的画里 没有忧伤 没有痛苦 没有沮丧 全部都是灿烂幸福的感觉 可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她的自己的生活 其实早年50岁以前 穷到你难以想象 50岁以后稍微有钱了 就给我身体坏得一塌糊涂 她一生大概都在蛮痛苦的状况 可是这个人 她的外号叫做幸福画家 就是她给世界最大的幸福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朋友抱怨 我说你要知道 抱怨大概是很大的幸福 因为你一定是很幸福 你才会抱怨 可是像雷诺瓦 我了解到她自己最后 连画的笔都拿不住 有的时候要人家帮她把笔 绑在她手上画画的时候 她还坚持说 我一定要画最幸福的东西 给世界上的人看 我觉得那是一个 了不起的一个意志力 好感动 我要非常谢谢蒋老师 为我们来介绍 希望大家去看这个展览 一定要去看的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感恩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薛导波 以及电视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小聚 我们下次再见 感恩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